来源 华夏时报 近日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人文社科学院发展与治理教研部主任 校长蒋座教授陶然公开表示 当前房价下行 房地产供给严重过剩 建议未来二三十年内不要出台任何针对普通住宅的房地产税政策 通过制度性的政策改革 全面稳定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和房价 在他看来 中国现有的地方 治理和财政体系根本不适合房地产税 比如 中国城市户籍家庭90%多有一套住房 至少30%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房 当下必须采取措施缓解两套以上住房持有者抛售 这就需要政府明确 未来相当时期 不会收房地产税 一旦激起千层浪 不过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 当前房地产税法已经进入立法流程 但具体出台时间尚未确定 中国政法大学财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税理法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比如怎样处理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的重复征收问题 目前这个难点仍未有好的解决方法 不过 他也表示 尽管房地产税立法难点多 涉及面广 当前不是房地产税立法的好时机 但不等于不再推进 立法的大方向并不会发生改变 也不会影响试点工作的进行 房地产税动态不断 自2013年 党的18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期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 顶层设计确立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 逐步建立完善现代的房地产税制度 随后的2018年9月 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 房地产税法被列入第一类目的48项 这一类目属于条件比较成熟 任期内拟提行审议的法律草案 彼时 有媒体报道 房地产税立法初稿已基本成型 正在内部征求意见并不断完善中 但在13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 房地产税法未提请审议 2021年以来 有关房地产税的消息不断 相关工作加速落地 2021年10月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国务院 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然而 2022年3月16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就房地产税改革试点问题表示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 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 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 2022年内 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城市的条件 2023年初 财政部员部长楼继伟 发表了题为 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 改革和未来展望的文章 其中指出 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 在经济转为正常增长后 应尽快开展试点 当时各地楼市出现小阳春 这个表态被认为是房地产税要来了的前奏 4月 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有助于推动全国房产的住房信息联网 将消除房地产税全面征收的主要技术障 为其提供前置条件 不过今年9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外公布 房地产税立法依然未出现在此次立法规划中 在施政文看来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试点授权的期限是5年 今年是做出试点授权决定的第三年 理论上说 未来两年试点仍然有可能 按照预测房地产税改革的路径将在试点的基础上 取得经验和设计好方案后再上升到法律层面 从而向全国有序推进 稳楼市仍是当下重点 事实上当前房地产正处于复苏阶段 此时并不是房地产税落地的好时机 在政策层面 任房不任贷 降首付 以旧换新等政策组合权不断推陈出新 国金正确言报显示 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定调后 8月底各地政策开始密集落地 当前二三四线城市政策已应出进出 特别是山东滋博 济南 青岛 江苏南通 徐州 浙江宁波 梨水等多个城市 开启房产以旧换新活动 通过收购 置换 补贴等方式 鼓励和帮助已有住房的居民 卖旧换新 对旧房的出售的兜底机制 使得换房的确定性增加 对于激活房地产市场有积极作用 而一线城市中 广州已于九月放松外围限购 调整首套商贷最低首付比例为30% 调整二套商贷最低首付比例为40% 11月22日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调整 享受优惠政策 普通住房认定标准的通告 将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标准调整为 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1.0级以上 且单套住房套内建筑面积 小于等于120平方米 或者单套住房建筑面积 小于等于144平方米 此外 深圳还发布了 调整二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的通知 二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有原来的普通住宅70% 非普通住宅80% 统一调整为40% 在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月静看来 此类政策对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的释放 以及二手房的盘活等带来积极作用 利好新房二手房 买与卖等交易需求的提振 从一线城市政策的逻辑来说 落实认房不认贷 降低首付和利率 放松普通住宅认定标准是三项重要工具 此前 广州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从五成或七成下降为四成 深圳调整二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的通知 将二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由原来的普通住宅70% 非普通住宅80% 统一调整为40% 这位后续一线城市的政策动向预判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严月静表示 按照国金证券预计 后续一线城市 有望出台 放松远交限购等支持性政策 以此促进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回暖 也论消灭购等支持性政策